这个男人被阳光灼烧,很快化为一具焦炭,这类人是一种神秘古老的生物,他们被子弹爆头也能飞速复原,更是以鲜血为食,延长寿命,永远青春貌美,射人心破,坐拥取之不尽的财富。 在洛杉矶城内,吸血鬼一族与人类的战争从未间断,随着时间推移,他们厌倦了打斗,所以签订和平协议,人类可以不抓捕吸血鬼,但他们必须隐瞒自己的存在,并且不吸食无辜人鲜血。 伯耶尔高地更是被化为吸血鬼禁区,人类中的秘密猎人组织,负责监督对方的行为,这天深夜,吸血鬼为客托打破了瓶颈,他不顾协议,闯入禁区,并且掳走了吸血鬼猎人杰克的女友,这无疑是想挑起两族战争,杰克必须有所行动,他回家收拾东西,并把公司车钥匙交给弟弟班尼,让他帮忙带班,接送比福利山庄的有钱雇主,因为杰克在人类世界的职业,就是帮有钱人开车,他再三嘱咐弟弟,如果别 别人问起,你就说自己叫杰克,弟弟班尼是个平凡大学生,一直跟着奶奶生活,他拼命兼职攒钱,准备出唱片,这次带班,一定能赚笔小费,班尼跟着导航进入富人区,没想到,雇主是两个年轻漂亮的女人,金发叫莫罗,深发色叫布雷,班尼从未接触过比福利的土豪,一时间,有些手忙脚乱,莫罗将今晚的目的地传到导航上,嘱咐班尼,要在天亮之前,灌完这五个不同的派对,班尼很快抵达第一个场所,他注意到进入派对的地方,他 都要出示一枚红宝石,班尼只能在原地等待,他昏昏欲睡间听到尖叫,于是走下车查看,结果捡到一枚红宝石,班尼仔细查看,丝毫没发现不远处的车上,有人正端着十字弓等待,这时,两个雇主走了出来,招呼他立刻前往下一站,等女孩下车后,班尼发现对方的手机落在了后座,刚好一条信息弹出来,发信人叫维克托,他在短信中提到杰克的名字,班尼觉得不安,马上打给哥哥,但杰克正在召集猎人,准备干净, 一条维克托救出女友,班尼打不通电话,撞着胆子拉开莫罗的包,结果里面全是成捆的钞票,而且上面沾满了血迹,这时,一批警察涌进地下室,班尼害怕是这包钱有问题,赶紧溜进酒店后门,前台看到他,态度轻慢,班尼见状,抛出剪刀的宝石,对方看后果然态度骤变,问他约了哪个房间,班尼说自己要找莫罗跟布雷,前台温言,表示这酒店就是他俩开的,说完就领着班尼进电梯,将对方送到两人的房间, 谁知大门一开,班尼看到他们正在吸血,下一秒,莫罗就冲过来,把他按到墙上,他早就看出班尼不是恋人杰克,问对方到底是谁,班尼坦白,自己是杰克的弟弟,今天只是来坐待班司机,莫罗本想把他吸干,但布雷觉得,能靠对方找到杰克,其实两个女孩跟维克托是一伙的,他们在禁区肆意杀人,准备推翻人类的控制,班尼趁两人吸血,马不停蹄地离开酒店, 他找在车库检查的警察告状,谁知对方也是维克托的人,警察正想解决班尼,好在莫罗两人出手相救,他们带走了班尼,布雷对这个带班司机颇有好感,他趁着莫罗不在,就跟对方坦白,自己和莫罗只是无名小卒,他们为了摆脱现状,才跟维克托联手,打算干掉洛杉矶五个吸血鬼领头夺权, 除此之外,维克托故意挑衅杰克,就是为了借恋人之手,尽快干掉吸血鬼老大,画面一转,来到维克托这边,他在密室养了一大堆人类,作为自己的新鲜血库,维克托吃饱喝足,走进车库,开车前往洛杉矶某处豪宅,他想说服领头撕毁和平契约,但对方不吃这套,他们有钱有权,生活在金字塔顶端,根本没必要向人类宣战,维克托文言不再周旋,索性杀掉了两个女boss,随后他跟莫罗打电话, 新行动,带领布雷尽快完成其他任务,此时,杰克和同伴抵达第一个派对场所,这里到处都是血和尸体,冰死的吸血鬼领头之一告诉杰克,维克托派了两个女手下夺权,下一站就是三王夜店,杰克听完补枪杀死领头,而那边的班尼等人已经到达三王,这家热门夜店前挤满了人,不过莫罗和布雷是VIP客户,可以无视队伍直接入场,班尼正要跟进去,却被同学叫住,对方想借他的光一起进去,班尼只是个小喽啰,不知如何, 同学见状,打去他是富人的打砸小弟,布雷听到后静止走过来,拉过班尼,激情献稳,还让保安把几个同学排到对面,替班尼狠狠出了口呃气,而他们来三王就是为了杀吸血鬼首领,可杰克那帮猎人也追了过来,此刻,莫罗等人进入夜店内部,谁知眼前并不是吸血鬼领头,而是仇视吸血鬼的夜行军团,维克托闯入禁区的行为,给了这帮人开战的借口,他们迅速包围莫罗和布雷,手里都拿着十字弓,军团从第一个派 对现场跟过来,就是为了堵住他们,眼看局势越发紧张,班尼竟然一酒瓶砸向军团领导,他来不及多想,此举只是为了报答布雷解围,两个吸血鬼迅速解决军团,一起回到一楼,杰克看到了人群中的弟弟,他正要追过去,却被一个吸血鬼拦住,杰克直接拔出银匕首,刺穿对方心脏,吸血鬼转眼化成灰烬,夜店的人吓得四处逃窜,而那边的班尼回到车边,不料,外面还有夜行军团与党,三人马上钻进车里 逃跑,莫罗还探出身子挑衅,愣是没一个人射中他,难怪这个军团差点被团灭,准头也太感人了,军团无奈,只能拦住杰克,希望两方能够联手,杰克无心参与战争,他只想杀了维克托,就回爱人玛丽,不料,那个警察拦住杰克,说维克托想跟他谈谈,另一边,两个吸血鬼需要找地方休息,班尼居然把他们带回自己家,奶奶听到外人开门,提着球棍冲了进来,班尼拦住奶奶,说有朋友借助, 布雷看他跟老人相处和谐,越来越喜欢善良的班尼,就在两人眉目传情时,莫罗打电话联系维克托,说自己遇到了夜行军团追杀,好在三王的吸血鬼领头,已经被他们干掉了,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,班尼还没忘了这两人是吸血鬼,他偷偷藏好哥哥的银制匕首,没一会儿,莫罗就过来喊人,布雷想让班尼留在奶奶家,但莫罗执意带上对方,班尼不想让布雷为难, 自愿跟着两人离开,与此同时,杰克到达约定地点,维克托不慌不忙地享受晚餐,边切肉排,边和杰克谈判,可惜道不同不相为谋,两人很快谈崩,杰克掏出手枪打爆对方脑袋,可维克托的伤口飞速愈合,他故意说盘子里就是玛丽的肉,借此击溃杰克的心理防线,另一边的三人组到达最后一站,莫罗找这里的boss洛克单独谈话,布雷和班尼则坐在泳池边谈心,两人越聊越投机,聊着聊着,就抱在一起� 热,屋里的莫罗也在跟洛克套近乎,他趁对方转身调酒,悄悄摸出藏好的匕首,不过,其他吸血鬼老大接连遇害,洛克怎么可能没听到风声,他早就找人在此地埋伏,一场大战一触即发,屋里面打得热火朝天,班尼还在跟布雷谈情说爱,对方刚告诉他杰克在维克托手里,下一秒,屋里就飞出个吸血鬼,布雷这才看到身后的战况,赶紧跑过去帮忙,这两个女吸血鬼确实能打,没一会儿就控制住局势, 班尼则跑到车上准备接应,不料,莫罗跑过来时被追过来的军团射伤,眼看敌人就要冲上去补刀,班尼一脚油门撞向军团的人,布雷一路护送着莫罗上车,虽然对方身受重伤,但总算完成了维克托布置的任务,眼看天就要破晓,班尼把两人送往终点站,此地正是维克托的住宅,布雷让班尼马上开车离开,可他哥哥还在维克托手上,说什么也不肯走,布雷没时间跟班尼争辩,只说你进去的话只有死路一条, 说完就带着莫罗进入别墅,但班尼并没有离开,他犹豫过后还是溜进房子,班尼顺着车库来到密室,发现了维克托的活人血库,这里的人昏昏沉沉,似乎失去了意识,幸运的是杰克就在其中,班尼正想砸烂玻璃仓,却被维克托截住,他抓着班尼进入客厅,莫罗输血后已经恢复体力,他忍不住嘲笑班尼,不自量力,布雷则紧张地坐在一边,班尼不想坐以待毙,他悄悄抓住藏好的银匕手,等 到维克托靠近时偷袭,不过对方可是吸血鬼,反应速度快到惊人,维克托无比享受人类的恐惧,他扬言要把班尼当做钱菜,然后再吸干杰克跟奶奶,让他们一家三口在肚子里团聚,布雷看不下去,想为班尼求情,毕竟他今晚多次出手相救,说着就挡在了班尼身前,莫罗不明白布雷为什么不听话,眼看着任务成功,他们即将手握大权,犯不着为一个人类自毁前程,但布雷执意退出组织,想带着班尼离开, 莫罗恼羞成怒,推开对方,维克托趁机把刀子递给莫罗,女人心领神会刺向布雷,班尼看事已至此,立刻站起来叫停争吵,他按开车钥匙,门外的车子立刻启动,因为班尼在油门上压了块石头,只见车子撞破格光玻璃墙,日光瞬间把莫罗烧成灰烬,但维克托抓着杰克做人质,把班尼引到了黑暗中,他一口咬烂对方侧警,布雷见状,赶紧冲上前救人,但下一秒,他就被对方揍飞,就在� 捷克扑过来将他推到日光下,维克托瞬间烧成焦炭,不过班尼伤势严重,情况危急,布雷只好喂给对方血液,将他转化成吸血鬼,洛杉矶又恢复了往日的瓶颈,影片到此结束,完全就是性转版目光之城,吸血鬼大战什么的都是虚的,导演只想拍爱情故事,可惜主角颜值不过关,剧情更是烂得一摊糊涂,颜知无误,既没有拍好吸血鬼与人类的斗争,也没拍好跨越种族的爱情, 全篇不知所云,十之无畏,唯一的看点,就是客串的女演员,一闪而过的梅根女神,以及亢奋的性感女性西德尼,除此之外毫无看点